海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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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灯节又快到了 今年 要不要把客栈打扮一下呢 你 不知道吗 每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 就是黎月的海灯节哦 这是一个纪念英雄的节日 在夜里人们会放出消灯 和明消灯升上夜空 那些灯的寓意 是愿星火相传 美德不灭 我们相信夜海的明灯 会引导过往的阴魂归香 哇 听起来像是个很盛大的节日呢 说不定 还会有很多好吃的 你能听懂我的意思吧 你们是想要去参加海灯节吗 那正好 海灯节当夜之前的一段时间 都可以算是节日 在这段时间里可以祈祷平安 驱除厄运 用黎月人的话说就是辞旧迎新 如果你们想要参加的话 现在去也不迟 还有 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要试试邀请萧一起去吗 他和我们的关系不近 我也不太好去问他 但我看你们好像已经有点混熟了 不如 嗯 这几天里去打扰他 确实有点不太好呢 是吗 没关系 这也只是我随口一说而已 你们还是快点去黎月港吧 要是去太晚 城里就全都是人了 想要逛逛玩玩也就很费劲了 快去吧 祝你们海灯节玩得开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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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 冒昧问一下 你身边飘着的这个小东西 多少钱可以卖 这话听着怪怪的 说实话 还有点在意 究竟这个价位是多少 算了 我就当你是在说 多少钱也不卖好了 嘿嘿嘿嘿 最近手头周转不开 的确出不起价 毕竟我只是个普通商人 也不倒等其人一宝 清语气感觉很可疑啊 嘿嘿 别这么说嘛 小家伙儿 你要吃糖吗 我认为这个人可以信任 对了 你们来黎月也应该是冲着海灯街来的吧 嘿嘿 今年的明霄灯壮景可期啊 用来让巨灯浮空的那块浮生石 是二十年来最大的一块 大到让人不禁要想 神话中云间的浮城要是真的存在的话 也只是下面装了一块差不多大的浮生石吧 听起来好厉害啊 嘿嘿嘿嘿嘿 有缘再见吧 欢迎你们来黎月 这话代表不了黎月岗 但我的小店永远欢迎你们 哇 好多小坛啊 这边 还有那边 蓝石子船队上带下来的 都是新鲜玩意儿 畅畅呀 刚才把布娃娃捐了哦 昨晚我梦到她说 想要飞到天上去看看 我就把它捐给大陆灯那边的姐姐了 马上她就会实现愿望了吧 畅畅是做了件好事吗 海灯节是实现大家愿望的日子吧 尽量明霄灯的造型是纪念遗霄到天真君啊 那个喜欢称微凤的家伙应该会高兴的吧 希望他们会把鹿角修得大一些 毕竟头上的脚可是那位仙人最引以为傲的 据说他的脚吸收了阎王帝君炎之力的神髓 曾是整个李月最坚硬的东西 可就在那场决战中 尽力蹦出 山岳倾倒 他为了不搏击到山脚的村庄 主动让朋友将他的路脚砍下 他将那鲜血淋漓的路脚作为支点 撑起了整个山岳 而他自己也坚持战斗到自己流进最后一地心 如今曾被他撑起的天恒山依然蔚然毅力 他死战之中流出的鲜血则汇聚而成碧水河 不论你是否相信我讲的 能有人愿意听听这些陈年旧事 就已经是很大的安慰了 海灯节之所以存在 也是因为那些老朋友们 不敢寂寞吧 再见 愿星火相传 美德不灭 冰贵神速 快看 那块石头浮在空中哎 而且连链子都拉直了 如果没有锁链拴住 不知道他会飞去哪里呢 这就是用来制作鸣霄灯的浮生石 整个霄氏就是围绕着他不舍的 请问你是 我是江州 最近负责鸣霄灯的建设进度统计 看样子 你们是第一次来礼乐建设海灯节吧 没错 你怎么知道的 去年我可不记得 有带着奇怪吉祥物的旅行者来过 节日里人们手中放飞的小灯 叫做霄灯 而全黎月人共同建造的巨灯 就是明霄灯了 霄氏上的摊位 是黎月各路沙行一年一度 难得不为赚钱 只为筹集明霄灯的建设资产而开设的 那霄氏里面会有好吃的吗 那当然不少 而且要我说 海灯节正是最适合品尝 礼乐美食的节日 这可是礼乐一年里最盛大的节日 要是能在海灯节上向大家展现出自家的手艺 必然能博得不少的口碑 所以虽然不为赚钱 但各个商家案地里都卯足了劲 在海灯节上以拼手艺的高低呢 从各个方面来说 黎月人都很厉害啊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去找海灯节的负责人望雅小姐 她一般会在萧市附近待着 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去问她 啊 她会知道什么店卖的东西最好吃吗 那当然 海灯节的一切事情望雅小姐都再清楚不过 知道了 我们赶紧去萧市上找那位望雅小姐吧 然后 去东西最好吃的那个小摊上吃个饱 你好 有什么事吗 看你的样子应该不是黎月人吧 是旅行者吗 欢迎你来萧市玩 负责人倒也谈不上 海灯节是全黎月的节日 不是哪个人能够负责的 我也只是负责管理一些琐事 努力让海灯节更热闹罢了 我们想问问 萧市里哪个摊子上卖的东西最好吃 最好吃 各有各的特色吧 我也不能下结论 但是 我能告诉你们目前人气最高的小吃摊位是一年的 如果那边的人再多点儿我就要去申请千言君维持秩序了 你们要去的话就赶紧去吧 趁现在人还没把路占满 对了 你们要去找一年的话就顺便帮我把这份文件带给他吧 这是我们总务司根据去年海灯节数据总览 给各位商家的营业建议 你们既然要去就顺便帮我个忙吧 回来之后我会送你们个小礼物 作为报酬的 哎呀这人手真是不够了 早知道就再带点人出来了 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呀 是客人吗 这边看 菜单上写的能做 你们想吃什么直接说我也能做 哇 那我要吃 不过 虽然说是小吃摊 但看起来什么都有啊 那当然 什么菜我不会做 赶紧点菜吧 哎呀 又来了 年年都来 什么营业建议 除了菜品的味道之外 我不需要其他的什么手段 算了 把这文件给我吧 我等会儿就把它给喂炉子去 快点菜吧 你们不是来吃东西的吗 这么多好吃的 这个看着不错 这个我也想吃 哎 好吃虎鱼 我记得 那好像是那位同学很喜欢吃的菜来着 嗯 既然海灯节是纪念英雄的节日 那我们就点这道菜吃 也用这种方式来纪念一下它吧 哈哈哈哈 你这小家伙还挺会吃的 一点就点到了我们最有特色的菜 那你们在这等一会儿 菜一会儿就好 好了 这是你们点的烤吃虎鱼 吃吃看味道怎么样 啊 好吃 那当然 我可是你最好的向导 哈哈哈哈 那你们慢慢吃吧 啊 我要接着去招呼客人了 如果还想再吃的话 过来点就是了 我随时欢迎 你们回来了 怎么样 一年做的菜味道还不错吧 很好吃啊 是吗 他去年也是这么说的 要是他愿意根据我们的建议打广告的话 应收应该会更多才对 嗯 算了 不用在意这些 来 之前说好的礼物 这个萧灯给你们 哇 好漂亮的灯 这是怎么做的呀 嗯 编制的方法 我一时半会儿也讲不明白 如果你们对萧灯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旁边问问锦鸣 他是负责萧灯和明萧灯的人 那个好大好大的灯 也是他在负责吗 对 他应该就在旁边不远 应该很容易就能找到 要是能亲手编个萧灯带给萧的话 他也许会变得开心一点 我们快去找那位锦鸣问问看吧 按这个速度应该差不多够了 萧灯的编制方法 看你们的样子应该不是本地人吧 是想要亲手编个萧灯吗 倒也没问题 萧灯的饰养有很多种 我就先挑最简单的那种教你们吧 我这里正好还有一些制作材料 等等啊 这些材料还得先处理一下 你们就用这些来试试手吧 头 头好晕 怎么这么复杂 你 你记住了吗 最开始的时候是挺复杂 但只要做得多了就会很顺手了 像你们这样想要学习编萧灯的人 现在也是不多了 那个超大的明萧灯 也是这么编制出来的吗 那个 那个 也可以说是编制来的吧 但并不是某一个人编制 而是黎月的所有人一起编制的 全黎月的人一起编制的 你应该也听说了 萧市里的各个商滩 就是为了筹建这个明萧灯而开设的 哇 明萧灯原来都是这么造的呀 嗯 这也是海灯节的传统了 虽然资费的大头还是总务司的拨款 但材料和其他的东西 都还是来自于居民们的捐赠 哦 之前的那个小女孩 她好像是把自己的布娃娃也捐了呢 布娃娃也能用来建设明萧灯吗 这个 毕竟海灯节是个大节日 要是居民们想要参与一下明萧灯建设的话 不管捐的是什么 总归是一份心意 我们一般都会接受 毕竟这么隆重的节日 参与进来也有点祈福的意思吧 哦 好了好了 你们是来海灯节玩的吧 我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 如果以后还想要编萧灯的话 尽管来找我 祝你们在海灯节玩得开心 冰鬼神速 怎么样 找到景明了吗 找到了 他还叫我们做了消灯呢 嗯 虽然复杂得完全记不下来 没关系 如果你们记不住的话 可以再去那边 问问景明编制消灯的方法 好了 我要继续工作去了 祝你们在海灯节里玩得开心 嗯